周云鹏听女儿御环说完了,弃炸连肝肺,心说这小冤家怎么能做出这种非礼的事呢,哎呀,我忘了,他是人大心大呀,平常都怪我管教的不严。 他气呼呼的安慰了女儿,回转到自己房里,那个脸色肯定挺难看,心里琢磨着,我怎么惩罚这小冤。 老伴看出来,王氏就问,老爷,你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转眼之间怎么呼呼喘粗气,哎,全怪你。 我不在家,你就是一家之主,孩子都大了,你应该关心才是,我哪点做错了,这么这么回事。 周云鹏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王氏,啥了眼的,是吗,哟,我出来进去怎么没发现呢,这死丫头骗着,怎么有这话不跟我说呀。 你就是刚回来就气得这样,你咋子怎么办,我很好地教训这小冤家,我打断了她的腿,我撕烂了她的嘴,我敲踪她的狗爪子。 王氏是个善良的女人,一看丈夫气得浑身之哆嗦,就撕了,老爷,哎呀,你消消气,你刚回来,叫咱家消气几天,不是我袒护小都,你讲话,人大心大。 本二十的人,他能不想他的终生大事吗,他丫头也不小了,出来进去啊,诸多不便,我原来就想给你提个醒,现在住的不方便,应该啊,将小冬搬出去住,或者租房的,或者住在衙门里头,或者呢,借建房。 本来嘛,那么大的孩子,男女之间瘦瘦不轻,还在一个桌吃饭,难免发生意外啊,好在事情病非严重。 我说,老爷,你啊,就消消气,这孩子有点脸,你这一打一闹的,叫左邻右鞠的听见,这还像话啊,咱家也不光彩啊。 嗯?再说了,人非圣贤,孰能不过啊,这也算不了什么。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点过分的举动啊,老爷,你说是不是? 嗯,你啊,想想,你还真别说? 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 什么意思啊?老伴儿,明点事儿,到时候老爷们儿,有点想不开的地方,他能够解释,能够劝慰,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两好。 相反的,多嘴婆婆,本来没什么事儿,吓不住他嘚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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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在枕头边上紧吹嘟,也许把这事儿闹砸了,这王氏就是个贤妻良虎。 果然这一劝呐,发声效力了。 等到天亮的时候,周云鹏就琢磨,老伴儿说的有道理啊,算了吧。 别吵闹了 小冬呢 平常向来没有过错 就一件事 心有可原 都怪当老人的 不加减点 和他找过来 训教训教也就是了 然后呢 找房子叫他搬出去路 洗了漱口洗脸 蒸起脸呢 找他 说你抓的那个罪犯 昨天晚上越狱潜逃了 老爷机坏了 叫你快去 好了 老爷叫去 赶不去嘛 家里的事来不及安排了 他匆忙换了衣裳 告诉老伴 我先不回来吃饭啊 急冲冲赶不进牙门 现在县官呢 县官把经过去说 逼着他 马上去 鸡拿药杀 说什么 把他逮回来 估计府里头 上司怪罪下来 咱吃不了兜着 周云鹏带着海埔公文 领了一伙人 连家都没回 从衙门就走了 这事不凉不热 这事不凉不热 就这样在这儿 等过了那么几天 周小冬一听 老师又走了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哎呀 这心呢 哎呀 心说话 我认为捅了大娄子了 我师父回来 他得往死了打我呀 没有 师父就走了 看新娘的表情 跟以往也没什么区别 大概我姐没说 哎呀 没说呢 那就说明了对我有意 有意你得表示一下 哎 晚上他睡不着觉 练功也好 也就是那么对付着 过了几天 实在有点忍不住了 仗着胆子 又来到玉环屋里头 玉环一看是他 不由得火望上撞 流眉一挑 你怎么又来了 乖 不经我允许 不准你进我的屋子 徐姐 你怎么了 我哪点得罪您了 我无非到这儿串出门 另外呢 有一招无意 我不熟 我想请教请教姐姐 交给交给我 你看 你没进屋呢 你就往外粘我 等我爹回来再说吧 你爹回屋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小东就不太痛快 但他没走 选着个脸 坐在椅子上 姐 你还生我的气呢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过分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我所差的呢 这话不应该出我嘴里说 可这还算什么呢 我听老师也讲过 其他的武术老师也讲过 咱们是江湖人 江湖人很特殊 跟一般的家庭都不太一样 那么我就直说了 也犯不了什么大法吧 姐 你怎么对我很美丽目的 你叫我太伤心了 姑娘低头不语 什么意思 觉得说不过他 我也不跟你面白了 周小东一看 想错了 他认为姑娘不说话了 是默许 顿神色胆包拼 一股冲动 撞到脑门子上来 他就有点万福所以 金湘老师不在家 师娘又那么老实 干脆生米就做熟了饭吧 你愿意也得愿意 不愿意也得愿意 要不 一朵鲜花四个美文 我能忍心落到旁人手里头吗 想到这儿 他一个蒙古厨师过来了 把周玉环紧紧地抱在回里 又轻又肯 烧脚就不老实 这姑娘能干 这姑娘就跟他 施打到一块儿了 桌子也翻了 碗也摔碎了 脸也闹破了 哇哦这一喊 把王氏给惊动 王氏已经女儿房里翻了 急冲冲进屋一看 一个小冤家的还不住手 周小东也没得手 一看师娘来了 贼人胆虚 吓得二话没敢做资料 回了自己的房 这姑娘就哭开了 老太子也骂姑娘也哭 房盖都鼓得偏下去 周小东这心呢 就跳成一个儿坏了 我想错了 看来我这师姐是真不愿意 就凭我这小脸蛋长这么漂亮 小名叫粉莲花 他怎么无动于衷呢 这我老师要回来 他跟我老师说了 我还活得了吗 三十六计 走位上课呀 我得走啊 熟识熟识东西 他刚要走 没想到在这接规眼 周云腾回来了 他就说怎么回来那么快 刚出东关不远 把犯人就给带住了 那边说怎么那么快 有原理 原来这个罪犯 分文结武 还想做点案 凑点银子 好远走高飞 结果案子还没做成 被人就发现了 我好一喊 把他给摁住了 正在这时候 周云鹏 领着蒲饭们赶到 把他伤心活拿 撒上十八斤大料子 套上拨索 像雷死狗一样 把他拖回武进县 这回他跑不了了 县官非常高兴 表张的云鹏 让他回家休息 云鹏在往回来走的时候 就想 哎呀 我走得太出马了 家里一大堆事 没来得及料理 万幸的是 案子办得这么快 一两天不知就出什么事了 就这么回了家了 一看 周小冬夹着个包 正往卖走 他就发现可疑 小冬 你想哪儿去 师傅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干嘛去 我说 我医生我想 我想洗一洗 洗一洗怎么往外走 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有 你跟我回来 我允许你去 离开去 小冬走不了了 等云鹏一进了院 就听着姑娘哭 老伴也叫 后来一打听 是这么回事 你想 原来你气还没出来 一听着这么几天的工作 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看来周小冬这小子 不是个人了 就这样 他把周小冬捆起来 掉到马棚里头 编着沾凉水 这顿走 打的是匹牌肉炸 周小冬哭啊 喊呐 老师饶命啊 老师饶命啊 徒弟错了 我不是个人 我是禽兽 我再也不肯了 我叫你不肯 我叫你不肯 打的是死去活来了 一直打得精疲力 已经没劲了 回屋歇着 王室哭着就劝 老爷算了 别打了 再打就把他打死了 你是三班都头 你懂得国法呀 你私自上行 打死人命 最佳三等 老爷 就把他饶了嘛 他知道错了 也就是了 不行的话 把他赶走 也被打他打死了 嗯 云鹏一听 也是那么回事 不打他 把他放下来 赶紧给他上好了 刀伤药 你再有劲 不能叫他死了 这周小冬 躺了将近两个月呀 这伤才见好 在两个月 在两个月当中 云鹏呢 抽时间过来就看看 耐心的劝他 小冬啊 你不应该这么办事 是 师父打你是够狠的 为什么打你 打你是叫你成人 如果听之认知 迟早有一天 你会铸成大错 哎 是 师父 你放心 我错了 我这两天天天天想我的错 我罪在不赦 我一定痛改前非 到两个月的头上 这周小冬伤家好了 跑了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云鹏发现他没来吃饭 后来一早 人儿没了 啊 明白了 没脸见人 他都跑了 跑了跑了 要不去 回得免得走 留在家里 是我心头的一块地 过来又有一年吧 这小冬一走 烟空熏鸣 就认为这个事过去了 衙门里的事 那是老有吧 大事小事不断 云鹏又接了个差事 直接派他 到千里以外 也去鸡马逃犯 他领会人走了 一晃 有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 六月份走的 八月份回来 心说这回家不会有事 就剩他们娘俩了 姑娘也快出阁了 今年秋天呢 把姑娘的事处理完了 就剩下我们夫妻两个人 就没有什么操心的事了 从衙门消了家回家 一看 临街的门关着 敲了半天 没人答应 嗓子喊干了 没人答应 把左邻救社的人 全都喊出来了 人们就问 怎么回事 你回来了 我家怎么没人 不能啊 有的人说是 好几天了 你家大门也没开 不知为什么 有人提鼻子闻了闻 什么味这是 这味太难闻了 别人说不要紧 云棚的门一烧一条 就发现不对啥 他又顾不了旁盛了 咬着点地 飞身上枪 跳到园里 然后把大门打开 他在前面走 街上 邻居才后的跟着 等于扑进屋里头 哎呀 云棚不看则可 一看 糊涂就躺在地上 顿时 人事不行 怎么回事 可以看女儿 失手良分 脑袋 在门框外头 身子 在屋里头 再看老伴在地上趴着 先生挨了尸踢头 脑袋都给砍碎了 由于天气炎热 尸体开始腐烂了 要不闻着那股臭味 简直是惨不忍睹 同时发现 箱子棍都开了 这些年的积蓄 是不翼而非 不用问 有人 贪财害命 上他们家做案来 叶峰邻居一看 还紧报官 想救周云鹏 云鹏 明得过来 放声 压门人都来 经过屋座 一验尸 偏了 诗歌表了 怎么回事 都是刀伤致死 看来这人够狠的 肯定是来报复的 等云鹏清醒过来 处理完后事 一个人单独在屋里 一坐 就想这个事 马上就意识到 是周小冬干的 肯定是他 我把他揍了 他怀恨在心 这小子 不思悔改 一年之后 跑回来报复 但现场勘查 做案件 并随他一个人 还有同伙 这同伙 是从哪儿勾来的呢 那么 是不是周小冬呢 别冤枉了好人呢 他是又急又气 又羞又痛 吐了两口血 他病了将近一个月 就在那有病期间 老建可周瑞 周化昌来了 周化昌对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他来干嘛呢 看看徒弟 看看徒弟 媳妇 瞅瞅徒孙 屈指一算 哎呀 二三年没来 因为老建可没在家 上五台山 拜会一位武林高手 切磋鸡鱼 在外面住了二年 还回家 在家住了俩院 只有起身 奋武尽见 等进门一看 就知道发生事情 一看徒弟 两眼深陷 怎么瘦成这样 家里空旷无人呢 周化昌就问 云鹏啊 怎么了你 你病了 家里人呢 师父 我不能活了 周云鹏就把发生的事情 一无一失 对老师都讲 老建可周化昌 坐在椅子上 闭着眼睛听着 老泪纵横 原来是这样 天地之大 无奇不有啊 有想不到的事 没有做不到的事 云鹏啊 你这一说 我猜到八九 肯定是这个畜生 周小都所为啊 这小的是怀恨败心 事迹来报复 这可以说 感情肯定 老师 我也是这么想的 师父您说怎么办 还用问吗 杀人长命 欠这关键 这叫的 他无关跑到哪里 也要把他一拿归案 给你死去的女儿 夫人报仇学恨 我也这么想的 那你就讲讲身体 你要是病倒了 什么也办不到 只有人 在 还有一些 你说是吗 老师说的太顿 邹花昌 就住在他们家里 天天 给他用气功疗法 治他的身体 没到二十天 周云鹏好了 好了之后 到县衙门报道 实现大人 给他一纸公文 这也是北县发生的大案 所以呢 叫周云鹏 带着海埔公文 提拿行手 老建个邹花昌 跟他交代 说现在还不敢断言 就是周小都 这都是你我的猜测 意想不到的事 可能还有 千万不要 盲撞从事 你我试图分两路 去缉拿凶手 不管抓得着 抓不着 到时候 都到吴近县 你家里头 不见不散 就这 爷俩分了手 周对周花昌啊 担着这么大的事情 在徒弟面前打了宝票 不管天涯海角 也得把凶手抓回来 那么既然说出这话了 在家里还做得多吗 就到处找啊 找啊 找啊 无奈 焉空信了 你想想 那么大的宋朝 中国有那么大 就找一个人 谈得何容易 哎呀 老建个急的心说 照这样 我就累死 我也找不着了 干脆托人帮帮忙吧 嗯 他一想全头就是平安镇 我呢 看看我四哥去 见着我四哥之后 商人商人怎么办 他交的朋友也多 五行八族 哪行的都有 也肯请这些朋友 给帮帮忙 哎对 就这么办 因此才来到平安镇 不巧不成书 正好遇上 一空和尚在这 发疯发疑的难免是 一场 血争 发疯发疑的 我的心肝